江泽民说 昨天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 已经同意我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决定由锦涛同志挑起这副担子 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 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出发 我就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 江泽民说 把党的总书记 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这个班交给锦涛同志 有利于党和军队事业的长远发展 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解决台湾问题 我们要以最大的诚意 尽最大的努力实现和平统一 但绝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这是一项重大政治原则 军队必须抓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做得越好 就越有可能争取到和平统一的前景 胡锦涛在讲话时说 江主席从党的事业既往开来出发 从国家长治久安出发 从军队长远建设出发 主动提出辞去金委主席的职务 这次中央全会尊重江主席的意愿 同意了他的请求 江主席做出这个重大决策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站得高 看得远 想得深 为我们党 国家 军队高层领导 新老交替的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化 做出了历史性贡献